大家好 今天是2月3日 星期五 港股今天繼續下跌 今早的時間 其實跌幅曾經 頗多 不過埋單計數 也不算下跌很多 最終埋單計數 整個星期 恆指 跌了差不多千多點 跌4點多 其實這下 這個星期 港股有比較顯著的回調 為什麼 其實過去這六個星期的時間 恆指 是一直升那六個星期 今個星期 稍微下跌 唯一這件事不太好 應該是跌穿 那條二十天線 如果你說一些技術上的 走勢的話 就叫它輕輕地穿下去 但是是不是意味著 又是轉差呢 其實11月1日後的時間 恆指 應該有三次跌穿過二十天線 如果你看圖 其實就是 最後也能上去 穿完之後 也很快就上去 今天就算穿了 看看下星期回來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再上去二十天線的位置 現在的狀況 我還會當它是一個比較正常的調整 因為真的 都可以說市場 都已經升了很多 不過 真的有些回調 反而我覺得是OK的 這些回調的程度 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 大家當了一個參考 都是一些技術上的位置 因為說真的 我真的不太喜歡說技術的 但是現在 如果以圖去看的話 既然大家說圖 或者覺得指數跌穿了二十天線的位置 都儘管再說圖的東西 下一個位置 或者下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置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250月線 那這條月線是什麼線呢 其實呢 如果大家可以看圖 甚至乎看一些報價系統的那些 你拉一條月線圖 即是用恆指 又不是日線 是月線 即是陰陽粥 那些東西 變成一支粥 是反映成個月的走勢 可以用月線圖來看 大使其實之前 說的是前一輪 應該是上年10月 還是9月的時間 其實是急跌下去的 那一下 其實是跌穿了一條250月線 然後跌穿完之後 然後就跌下去 然後又到10月打好 又上回 為什麼特別要強調 250月線這件事呢 因為如果你看圖看的話 250月線 應該是沒有跌穿過的 那條月線 應該是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好像是沒有跌穿過的 曾經有一兩次 好像在08、09年那一轉 好像跌下去 又跌到附近 然後上回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其實250月線這條線 是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現在250月線是哪一個位置呢 就是在21,000點這個位置 剛剛好是這個水平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看圖的話 不妨留意著這個月線圖 就是恆子的月線圖 起碼是恆子的250天線 250月線的位置 儘管在下星期二位打學的時間 在這個線位 看看稍不得找 大家可以當作參考 至於今天的市場 其實有很多股份板塊 大家也可以再談一談 包括一些復償概念股 其實呢 在通關概念股 這些板塊 其實我覺得隨著現在通關 這個消息已經落實了 又真的要看看 究竟那些情況出到你 是甚麼一回事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再在很久 就是在上一段 當市場升上來的時間 跟大家說一件事 炒股呢 或者投資呢 是說甚麼呢 是說憧憬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你憧憬那一刻 就最美好的 到真的要回到現實了 即是可以的話 即是可以的話 即是開始有一個現實面的話 繼續看看那件事 是否真的可以了 其實這個概念 即是之前我講的概念 就正正就能解釋 現在的市場 發生了甚麼事 之前說炒充憶的時間 大家覺得 一些東西都可能炒復償 炒通關 炒那一刻 就一定是最美好的 因為你無限聯想 到現在 真的要通關 真的要通了 真的要通了 會做了 那大家自不仍會想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 是真的可以的 在這個時間 就先沽貨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到你之後發現 咦 真的可以啊 那便再買過 甚至乎那一刻 應該有機會一些東西會破頂 但現在這一刻 大家在一個股市的時間 自自然然 有些資金一定會趁高獲利 趁這個消息 先行獲利 所以就變成 今天的股份 有一些板塊 跌下去 我覺得是合理的 不過 如果你再用一些數據去看 如果再用一些數據去看 的話 我覺得 豪島版塊 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短期的時間 因為 你看到那些數據 是真是帥 這些就是那些 信數據的東西 所以豪島版塊 如果要博反大的話 這一刻豪島股 是可以考慮的 至於你說 好像零售那些 我看法是比較審慎 即是本地零售股 我覺得那些又不為博了 沙沙和冠宗 今天很聰明 一旦 但是沙沙 說真的 我由始至終都不覺得她會受惠 我不太相信那些 內地的 旅客 現在這一刻 來香港都還會掃這些化妝品 我就會有點保留 自己的說 冠宗有巴士效應 但只不過 有助力有多少呢 再觀察 那 股價方面 其實本身這個 成交量很疏 所以 所以 它的波動性 相對會比較發 而且今天的成交量 也不算得特別多 雖然 跟平日比較多了很多 但是 本身也不太成交 所以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豪都股 我覺得真的可以想一想 是OK的 至於我有朋友問你業股 我想說 如果你業股的話 先說AI 因為AI想說詳細一點 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東西 你業股是天齊利益 所以 我就要再去研究一下 因為電動車這個版法 我看起來很淡 看起來很淡 但是 你業股的話 有沒有機會 可以好一點 或者這麼說 我要做些功課 所以 給我一兩天時間 下星期 我再回答 Tintia利益的問題 好了 講一下AI 既然今天是星期五 說一些 大家聊聊天 說一些有趣的東西 AI這件事 其實現在 這一陣子 我經常說 你叫我講微軟 大家如果有看過一些文章 我講微軟 是說 我看過微軟 情況是說 沒錯 業績是差 但它是 將AI 即是 check gbt 真的可以叫它 商業化 那 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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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 是什麼呢 沒事 剛剛說到WhatsApp 變了就是 現在它能量商業化的話 變相 我覺得它的商機會很大 其實很多科技的東西 你那時候發展了很久 正如我朋友問 Alphabet 也有AI 沒錯 它有AI Alphabet的AI是什麼呢 是Deep Mind 是深 那是深什麼 那是深什麼 Deep Mind 就是當天的AI 就是下棋 很厲害 即是下棋 即是下棋 贏了替代替的AI 其實很多公司都有AI 再之前的時間 我記得好像IBM 和Intel IBM 有一個叫Watson 那裡有AI 另外 這個好像Apple也有一個 有的 有的 很多公司 自己也有AI 但問題是 如何能將它商業化 大家其實是沒有一個 好像沒有一個 可以好好商業化的 東西 做出來 我這樣說 它們用商業化的模式 因為本身就是 我用AI為例 它們一定要劈住 這些資料 而以往的時間 好像不知道 是否Alphabet 還是哪一間 就是用這些 AI 類似幫人做一些 一些辦公室 裏面 可能做一些 調研 意思是 AR 可能可以幫你 控制一些 地方 開不開燈 那類的東西 你可以去提高 成本效益 那樣東西 但你現在 這刻 只要微軟的 遙天機器人 可以商業化 其實應該是 第一個 而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大的 對於市場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 如果你很簡單 你用現在 微軟的情況 它說 現在把 GPT 可能會 應用在 邊 即是 微軟的 搜尋 engine 今天跟同事談 也有一個情況 就是 大家現在用Google 我用Google search 可能找到很多資料的時間 我通常都用Google search 那麼多年以來 基本上由我出來工作 那段時間開始 都用Google search 我自問都很有心得 即是 找東西search 那方面 我都覺得我是很有心得 還有一些方法去找 可能不做記者年代 找慣 但是 你說現在 微軟的 有很多邊 即是 加上GPT 那條天驚人下去 就很厲害了 我們找東西 通常 可能有一個keyword 即是 假設我們找這件事 我可能找一條魚 打個魚字 在Google search 這樣 它會顯示很多 跟魚相關的東西 給你看 即可能是什麼 是魚 有幾種魚 甚至乎 你可能見到裡面的時間 有很多跟魚相關的東西 很多 逐漸逐漸去找 因為你可能搜尋 魚這個字 它打出來的東西 是跟魚有關的東西 那現在 邊的東西 即是邊的東西 就是 你打個魚字 甚至乎 因為你可以直接問 你可能不是找魚 可能你會說 其實我想找一條錦理 你打錦理的時候 你可能在Google search 是錦理想找的東西 但是 如果你找到邊的話 可能打錦理的時間 其實不是 你只能說出來 為什麼你找錦理 可能我想看錦理 是什麼樣子 或者我想看錦理 是什麼魚 其實 如果你打錦理 以後的時間 有機會 你用GPT 即是用聊天機嫌 它會找一篇文章 可能是你所找的東西 它會全部包袋給你 可以把很多資料 整合完之後 展示給你看 是要做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是會頗滑時代 即是這件事 出來的時間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其實是可以 很厲害的 即是 特別是微軟這些公司 反而 我覺得它的電量範疇 是可以很厲害 其實微軟 即是 這個GBT 甚至是 OpenAI 那些 AI的東西 其實一直以來 已經應用在 這個 微軟的 叫做 它已經做了一些 人工似人的東西 甚至乎 這個遊戲 是Minecraft 那一隻裡面 其實已經在用了 這些 AI的東西 可能它 當作玩家 還是不知道怎樣 總之它裡面 其實已經做了一些 類似的東西 但如果這些問題 相信它能夠雙面化到 真的能夠在大家 可以 用層面上 用得到的話 其實會很厲害 等於很簡單 一個概念 大家有時候 還未寫一篇文章 或者甚至大家 可能要自己找很多資料 可能你要想 可能要有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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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 例如說 說股市的東西 說股市的東西 可能你要找很多資料 甚至乎你只要打 即是不斷要 一邊想一邊 就像我們寫過的 一邊想一邊寫 但是 到低日的時候 可能突然 你只要 說 我要一篇文章 關於股市的 可能它已經 可能不知道 一段短的時間 可能要幫你寫出來 即是 甚至乎 你給它一些鍵文章 它已經可以幫你 在鍵文章 給你一些文章 你看 像PowerPoint一樣 PowerPoint 就是說 可能要做一個PowerPoint 可能是 投資市場的 可能你給我 給它一個按鈕 之後 它會立刻幫你 整個 整個PowerPoint 出來 因為它可以上網 幫你找很多資料 幫你合起來 所以 如果它做到這件事 其實是對於整個社會 整個經濟的發展 甚至乎 對於個人 一些 叫做那些 辦公室 其實會有很大的衝擊 是的 所以這件事 為什麼突然之間 大家會這麼熱視地去說 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但是百度那些 行不行呢 百度那些 是否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可能百度 真的有到時 有這件事 這件事 你才知道 它是什麼狀況 現在這一刻 真的很難判斷 但是 微軟那件事 應該很明顯 就是這件事 剛剛所說的 就應該是微軟那件事 所以 為什麼我覺得 微軟是這件事 是非常 走得非常好 這部棋走得很好 但是你說 這樣算有什麼 商機呢 因為以往的時間 你未想越快的話 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你 那件事 其實是 它的影響力 其實是很少的 等於大家 我講的比喻 當年大家用手機 即是用這個 3G年代 甚至乎沒有 iPhone之前的年代 你不知道原來 Apps 那麼厲害 Apps的威力 就是當有Apps 出現之後 其實是整個手機市場 突然很旺 因為當你有Apps之後 就是所有手機都回來了 即是你的影響頻度 可以變得很廣泛 即是手機 由原先 大家知道用來打電話 看影片 到此後 原來是很多 的東西 日常生活的東西 可以手機存得到 是因為 所以 因為有Apps 這件事 有很多技術的提升 所以假設到 即是 這一次 商機化到的話 其實 大家可以試想像 那個 帶來的 的 商機 帶來的 可以有很大影響 其中有一範 我都想 如果你解釋 要這樣的話 其實電訊行業 真的會有一個 翻天覆地的變化 即是 你很多的硬件 可能要升級 然後你很多的 軟件 又要升級 另外就是 變相 其實你AI 都是全能力的 變相之下 電訊類 即是電訊範疇 有機會 又會有很多 發展的機遇 所以大家現在 這一回合 其實這件事 你可以說後面 是衍生了很多 很多 大家可以去想到的 當然 靠我一個想不到 那麼多 我最多只不過 想到 商業化這件事 即是 帶出來的 影響 但究竟你 有什麼公司 有什麼 板塊 會受惠 我都會再去認真地想 可能再細心地去 拆解一下 整個產業鏈 究竟有什麼 商技會出來 如果大家有意見 有什麼想法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發展 天馬雅行空 即是 其實是 實際上 怎樣 會出來 甚至乎 究竟之後 還有什麼 可以衍生出來 不知道 我都會不斷 但我都會不斷 再去想這件事 微軟 其實我都是 因為 因為之前的時間 其實很有趣 我是因為 原先很有興趣 研究AI 但因為 又是比較繁複 整個整體又 掉落 在這一陣子 因為要寫稿 我去看一些 微軟 那間 OpenAI的東西 因為我本身 又喜歡看 一些相關的新聞消息 我看到 我經常說 NVIDIA 這個AMD 要向TSM 進行急單 因為 可能他們要做 AI的芯片 可能 那個需求 突然大了很多 所以就變了 突然想起這件事 剛剛有朋友 問開 買AI概念 買Alphabet 才跟大家說 這番話 今天是星期 星期五 很有趣 說一下這些 有趣的話題 是這麼多 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留言給我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 特別是在這個範疇裡面 有什麼想法 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就這樣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